如果我們活得好好的就無為創新 問題是我們現在真的不是活得很好 為甚麼是活得很好呢 因為我們其實面對很多挑戰 全世界其實我想很多科學家 或者社會科學家都公認 其實我們有兩個最大的挑戰 如果對人類目前整體來說 一個挑戰就是99對1的挑戰 就是我們的貧經驗樹99%至1% 這是很大的挑戰 就是對我們整個社會的結構很大的挑戰 另外一個挑戰就是氣候變化挑戰 氣候變化挑戰是威脅我們人類全球的 可能大家都聽過很多 但是威脅法呢 這個就不容易理解的 有一個數字大家都要知道 我講這個數字大家很容易明白 兩度大家明白 因為科學家那裡都說 他們兩度才會安全 其實都不是真的很安全 他們兩度都有很多賭國浸透了 但是即使是這樣 我們目標都希望是兩度 如果巴黎氣面 希望我們保持氣候變暖化 不少於1.5度 好了 大家記住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好像對我們現實意義不太大 現在我們隨時 上個月都搞了很多事情 38度 那兩度有什麼意思呢 可能沒有什麼大的意思 跟這個數字有關的一樣 就是另外一個 就是講一萬億 什麼一萬億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保持兩度的話 我們呢 我們呢 全人類 是 剩下還可以用的碳排鋼 就是一萬億噸 最多就是一萬億噸 這個數字呢 我覺得是很難明白的 就是如果我問你一萬億有多少個零呢 有多少個零呢 有沒有人答到呢 都要有時間去數啊 要找我計算機出來數一下先 所以一萬億可能意義不太大 那 如果大家不明白呢 我用兩個方法 希望大家明白得多一點 一個方法就是這樣 用一張紙來解釋給大家聽 這張紙大家看到嗎 這張紙呢 整張紙呢 就是代表我們現在的碳排鋼 每年全球的碳排鋼 就是四百億噸 四百億噸 記住了 這就是四百億噸 好了 2020年四百億 到2030年的時候要怎樣呢 2030年的時候呢 就要這麼多 就是多少 二百億 對不對 好了 接著呢 再過多十年了 2040年 二零四年多少 一百億 是吧 再過多十年 二零五零年 這裏多少 五十億噸 只剩五十億噸 是吧 換句話說 我們所有人 現在做著任何是令到有碳排放的活動 包括 即今天大家坐車來 包括現在我們用的冷氣 包括大家還有很多塑膠 碳排鋼、碳排鋼、廢料等等 全部都造成碳排鋼 我們就要從呢 是現在的四百億噸 就變成呢 是五十億噸 那幾年呢 是三十年之內 二零二零五年 那如果這個你還不明白的話呢 還有一個方法 你會明白得多些的 就是說呢 我們全球呢 大家用油等等都知道了 我們現在全球最大的公司 都是石油公司 或者是天然氣等等 這些公司 那這些公司呢 其實股價呢 如果大家有賣股票 就知道 可能你 其實你沒有賣股票 其實都已經賣了 大家有很多NPF 都幫你賣這些股票 那些股票裡面呢 就是很多石油公司 那些石油公司的股價 怎麼撐起來呢 就是靠它們有多少殞創量 那些石油殞創量 就是因為無論你是顯學 VP啊 X-Mobile 各樣都是的 那些殞創量呢 大家以為很行 但是呢 如果我們要真正控制在兩度這個目標呢 它們所有現在已經發掘了出來 或者已經找到出來的殞創量呢 至少呢 是有66% 是不可以畫出來地下的地面的 就是三分之二不可以畫出來 如果畫多過三分之一呢 我們已經不行了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一這麼害怕 這麼害怕有人建煤電廠 因為建了一個煤電廠呢 起碼是用四五十年的人 一用了四五十年呢 即是說呢 我們不能回頭了 或者這麼害怕我們建廣珠澳大橋一樣的 因為建廣珠澳大橋呢 有車嘛 是吧 沒有理由建廟沒有車行 那如果有車行的時候呢 即將來每天五萬架車的話呢 其實都是有很多碳排放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一些的 已經 一些是 令到我們呢 是有一個碳的 滯後的一些基建 因為我們投資了這些基建 馬上呢 就會 有幾十年呢 都回不了頭的 除非呢 你很快呢 即是破產 即快點叫一些電力公司破產 那就算了 那些煤電廠就收工了 那如果你不想破產的話呢 因為它破產他們都很慘的 所以整個公司都是破產的 因為破產的話呢 如果你的NBA有想法 那所以 這個是有一個循環的 現在其實 國際上呢 是有一個很大的擔心的 即是財務機構 財務系統也很大 第二次的財務危機 如果金融海嘯來的話呢 可能呢 就是因為這個 碳的爆燈 這個所謂的carbon double 這個carbon double 如果一爆燈的時候呢 大家的投資者現在不覺得 但是當大家突然間有超醒覺 說 喂 原來呢 我們買了公司的股價呢 那三分之二呢 是虛的 那這樣 那馬上就會落市了 其實現在呢 全球的金融系統呢 其實有很多人說的 不過大家不在那個圈子裡不知道 就是很多的中央銀行家 就擔心這個bubble 那這個這樣的氣泡炮燈的話呢 當然是不利 但是我們是否可以避免呢 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因為呢 我們事實上現在 很多人呢 就是包括大家在座 我們今天希望想一些辦法呢 就是說 怎樣令到碳排放 是可以下降呢 這個呢 不單止是從我們個人生活上面 你還要很重要呢 是影響到那些企業 更加是影響到政府才行 怎樣可以做到呢 其實有很多方法的 我相信今天呢 大家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專家 和大家分享 希望呢 這個呢 這些分享呢 不單是在專家身上 最緊要在大家身上 因為呢 每個人的經驗才是重要的 以及每個人的參與才是重要的 因為那些辦法就靠大家了 特別是我們今天有很多 非常之有經驗的速度員在這裡 希望呢 幫到大家呢 是一起想辦法 令到我們剛才說的那些 氣泡啊 或者未來的金融危機呢 都可以避免 令到我們的下一代呢 生活呢 稍為會安全一些 多謝大家